大家好,我是明哥,这里是明哥聊太集 今天的教学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少林五步拳 上一次我们学到第一个动作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动作 我们先复习一下 公步冲拳 提起来握拳 然后看左边 眼看左边 然后卖步 抓 抽 好,今天呢 我们学习第二个动作 公步冲拳之后 弹踢冲拳 把右手收回 左手 左拳打出 同时把右腿弹出 向前弹踢 好,我们把它连起来 看一下 公步冲拳以后 收右拳出左拳 弹右腿 好,我们把它连起来演示一下 这是公步冲拳后面的 弹踢冲拳 那么接下来 我们每天学一个动作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轻松的学会 那么我们今天要接一个动作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们因为练习的时候 我们这个腿是悬空的 没有落地 这样的我们不太好练 所以我们今天再接下来把脚落下来的动作 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是 马步 冲拳 晾掌 那么 大家看 弹踢过以后 第三个动作 把脚放下 转过来 伸成马步 把掌量在上面 把拳 右拳 冲出去 马步 冲拳量挡 好 那么 落下 量挡 右拳 冲出 左掌在 头上 好 为了大家看得方便 那么 我面向大家 那么 左掌 我们是马步 左掌在上 右拳向手 眼看右手 眼看右边 好 那么 好 我们把它连起来看一下 公布冲拳以后 盘踢 马步 好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三个动作连在一起 我们把这三个动作连在一起 我们这三个动作连在一起 今天呢我们学两个动作 大家回去以后把这三个动作连在一起练一遍 我们明天学下一个动作 好 明哥聊太集的教学师教学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喜欢的朋友呢 请你按订阅 那么 你的订阅就是对我的最大的鼓励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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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